111年车辆使用牌照税缴纳期限到4月30号 地方税务局统计到目前为止还有五成车主没有缴纳 提醒车主赶快缴款以免被加征至纳金 而如果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被隔离检疫的车主 可以在5月31号前检据证明文件 向地方税务局申请展延到5月31号前缴款 111年车辆使用牌照税缴纳期限到4月30号 根据花莲县地方税务局统计到目前还有约五成车主没有缴纳 请车主赶快缴款以免被加征至纳金 花莲县使用牌照税截至今天约有五成的民众还没有缴纳 如果民众遗失缴款书或者是还没有收到缴款书的 可以到花莲地方税务局玉里分局花莲监理站玉里分站补发缴款书 也可以到家中的附近的邻近的四大超商 只要输入身份证字号加车牌号码就可以列印缴款书 那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我们花莲县地方税务局鼓励民众网络缴税 只要到花莲地方税务局的网页点选首页 就进入线上查缴税 只要输入身份证加车牌号码就可以透过网络缴税 受疫情严峻确诊人数持续攀升影响 税务局表示如果因为疫情被隔离检疫者 可以提出申请展延到5月31号之前缴税 那最近呢因为民众有打电话来说 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呢可能收入有骤减的情形 那这个呢我可以到我们花莲县地方税务局呢 在缴纳期期限前呢也就是在5月3日前呢 跟我们写申请书呢可以申请延期或分期 那延期最多可以延期一年 那分期呢可以分三年也就是分36期最多 那有些民众呢因为染疫或者是集中隔离 有检疫的情形的话 那他的牌照税呢没有办法如期的缴纳 那也可以在5月31日前呢跟我们申请 减负那个隔离通知书或者医师的证明呢 跟我们延期缴纳到5月31日 地方税务局表示有任何使用牌照税的遗议 可以拨打免付费电话 0800386969 或者是总机038226121转242到248来洽询 戒旅会欢迎室报导 2 Maison 4 4 15